新华社北京10月3月电税务部门,3日公布范冰冰案情况,范冰冰被责令案期缴纳税款,质难金,罚款8亿元,开出巨额罚单的处罚依据是什么? 为何对范冰冰处以行政处罚而没有追究刑事责任?此案对文艺影世界有何教育仅是意义?新华社记者采访,老法学专家,和文艺影世界人士,处罚金额体现宽连相继记者了解到,范冰冰案是我国税务部门近年来处理的个人偷逃税款金额最大的案件,税务部门对范冰冰及其名下公司的四类逃避纳税行为,分别处以 0.5倍至4倍罚款,其中针对范冰冰拆分合同的行为,开出的四倍罚款达得2.4亿元 法学专家和文艺经人士认为,税务部门因法做出的处罚,有利于维护我国税法的权威性、严肃性 有利于促进影视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增强全社会依法纳税的意识 根据我国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偷税,不缴或者少缴因纳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致难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阴阳合同是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各界反应较为强烈的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政文说,因此税务部门对于反冰冰拆分合同的处罚较为严厉 体现了过罚相当的基本原则,对今后类似涉税违法行为起到强烈教育仅是作用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樊永任 为税务部门处罚决定总体上兼顾了法律,社会和政策效果,体现了宽延相继,实施求是,区分情形,总和考量的宗旨 未被追究刑则符合刑法规定,为何对犯兵丁,处以行政处罚而没有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社会公众府便关心了问题,卧国刑法规定,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 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10%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制议,并处罚金 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处三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刑法通知规定,经税务机关依法下单税缴通知后,补缴纳税款,缴纳税纳金,以受行政处罚的,不与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其余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中国人民大选法学院教授黄金平说,刑法这样规定的目的,就是要以刑法来后盾,保障国家税收安全 目的在于及时追缴纳税款,独促纳税人以罚纳税 中国秀科院财经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斌说,随着我国税制改革的推进,税收制度不断瓦善 公民劳户树立以罚纳税意识,由雷中药而简破 范冰冰安对那些藐视税法,心存侥幸的人来说,是一个强烈警示 对广大公民也是一次普法教育,规范税收秩序,推动影视业健康八家中央宣传部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电影局等部门 六月底联合引发通知,要求加强对影视行业添加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的治理,控制不合理片酬,推进依法纳税 促进影视业健康发展,影视演员作为公众人物,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范冰冰的偷逃税行为,引发业内感思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成祥指出,中国影视艺术发展,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执行国家相关的税生法律法规的环境下,规范有序进行,人民群众对影视界的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反应强烈 税务部门的处罚决定顺民意,聚民心,有助于推动新时代文学艺术健康发展 他认为,这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健康成长也既有帮助,提醒大家钻记手法,依法纳税,按照人民的要求和时代的呼唤,自觉走得一双新的道路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明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委员李永健说 必须正视影视业存在的偷逃税现象,影视演员成了名,站在哪儿就是成本 开口就有利润,出了名,得了利,还不依法纳税,不履行公民运进的义务 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他说,对这件事的及时依法处理,也有利于促进行业内公平合理分配,治理文艺界乱象 我想,广大文艺影视工作者,从内心里,都是赞成和支持的 记者了解到,国家税务,总局即将开展专项行动,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 对在2018年12月31日前自查自究,并到署管税务机关补缴税款的影视企业及相关从业人员 您与行政处罚,不予罚款,对个别拒不纠正的依法严肃处理 林永店认为,这样的方式既能够保障依法纳税者的合法权益,又能够促进我国营事业规范健康发展 新华社记者白银,罗沙评论,解读超8亿,半冰冰逃水被重罚 除此之外还有四大新闻,查出半冰冰、阴阳合同,体现法治宽严相继精神 新经报,快评早前消息,输赢5月28日,最新警报 无锡地税已介入崔永永非不爆料半冰冰涉税案调查 6月,中宣部等部门联合引罚通知治理影视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 7月下旬,半冰冰至今未发生消息人士,警方介入阴阳合同案 事件进展,半冰冰发致欠信